每逢我们看到这堆素的份帽 很有次序地排排错的话 直觉就告诉我们 一般我们只要把头和尾 固定在一起就可以了 而且这条素 刚好它份子的部分 就告诉我们 我们其实应该要这样做的 所以接着来 上面的这条色就可以化成这样的形式 把头尾固定在一起 抽个3出来 1 over x 加1 over x 减5 然后抽个1出来 也就是直接把它固定 1 over x 减1 加1 over x 减4 然后抽个4出来 1 over x 减2 2 加1 over x 减3 这块等于0 那接着来 就麻烦一点 这里就需要拖通分 所以上面的这条色 经过通分就会变成 3 x 2 x 减5 over x x 2 x 减5 2 x 减5 和3 x 2 x 3值 2 x 2 x 减5 3 x 5 x 2 x 2 x 3 再多的那夺呢 就是4 x 0 x 4 x 2 x 3 这条式里面我们不难看到三个数字都有一个Common Factor 就是这个2x-5 所以这条式我们就可以抽出2x-5 变成2x-5等于0 这就会是其中解的Hence 或者将剩下的右固 剩下的是3 over x-5x 加1 over x-5x 加4 再加4 over x-5x 加6 由于之前说过对称性 为什么我们经常要选择头尾呢 头尾头尾固定它之后 我们就会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可以发现到 这次每一项 分母都有这个 有这个 x-5x 就是2x 于是者呢 我们可以代 y等于这个x平方 -5x 然后代入整条式 整条式就变成3 over y 加1 over y 加4 加4 over y 加6 先写一下 刚刚有一个是2x-5 这个东西等于0 所以这个x 第一个解就是5 over 2 然后我们刚刚就说 不如索性 把x平方-5x 用y来代替它 所以整条式 我们就会有这样的方法 就是3 over y 加1 over y加4 加4 over y加6 这东西等于0 下一步当然就是去分母 去完分母 搞完这些credit card的 代数运算 我们就会有一条这样的式 8y的平方 加52y 加72 这东西等于0 这条式可以整条式除以4 除完4之后 我们再拆解它 我们就会有2y-9 这个东西乘以y 不是 是加9 再乘以y加2 这个东西等于0 然后显而易见 我们就已经看得出y是什么 y呢 y本身 它是等于x的平方 -5x 这东西等于-9 over 2 而另外一块呢 y就等于x的平方-5x 另外一块就等于-2 我们只是集中这条式的右手边 这两块 那我们根据第一个 不如叫y1-2 根据y1-2 根据y1-2 根据y1这块呢 这个之后就是一条简单的二次方程运算 我们就可以计算出x等于5 正负跟好17 这个东西再over2 根据y2 就是下面的这一条 那我们就运算到有x等于5 正负跟好7 那是over2的 那之后 我们又是不要忘记这个掩算的步骤 我们只要运算x等于5个数 全部运算下去都没问题了 又不怕说我运算了一些什么分数的意义问题 那所以呢 画面看到的x这五个解全部都行 所以我们就运算一个解的名字 x的第一个解是等于5over2 x的第二个解就等于5正负跟好17over2 第三个解 2和3一起 x的第四和第五个解就是5正负跟好7over2 那就是这样了 嗯 这一条是一条很复杂的分析方程 那我们注意到 右手边分母的这个部分呢 嗯 是可以一个分解的哦 那既然是这样 我们就试一试 用一个部分分析 puzzle了这个东西 看看会变成什么样子 那如果我们puzzle了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的右手边 现在说是等于右手边 那就是等于x-6overx加6 加x加6overx-6 那然后呢 我们有了这个form之后呢 嗯 那就开心了 我们看一看这个form呢 例如这个x-6overx加6呢 那和这个form就一模一样的 踢过去之后呢 那就可以group了 那之后我们就会有 这个平方的数 减 这个踢过来变成减1 那一个平方数减1呢 又可以被人group了 那之后 那这个 这个x加6和这个x-6呢 同样道理呢 踢过来之后 那这里有多一个平方数减1了 那接着我们就是做这个东西了 所以这条式呢 的变形呢 就是变成这样的 x加6overx-6 乘以x-4 overx加4 加1 x-4overx加4 减1 加 x-6overx-6 x-6 x-9overx-9 加1 x-9overx-9 x-9overx-9 减1 整个东西等于0 那之后我们进行一个小小的 代数运算呢 我们就会有x加6overx-6 乘以 这个是2x overx加4 乘以 上面是-8 下面是x加4 加 x-6overx加6 乘以 2xoverx-9 再乘以 18overx-9 这条式等于0 那我们发觉呢 这条式的 左手边 和右手边呢 就各自都有 1个x在 那如是者 我们可以 抽 这个公印 抽走个x 出来 兼且就可以 搞一搞整理好 这一条式的 所以呢 接下来 这条式就会变成 首先抽走个x 里面呢 就剩下 4乘以 一个x加6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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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 0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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让我们不要忘记 那至于那个份数呢 我们第一步就当然做一个去份母的handling 那我们去完份母之后呢 我们就会有以下的这一条式 就是4乘以x加6的平方 乘以x-9的平方 这块就等于9乘以x-6的平方 乘以x加4的平方 那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条式的左手边和右手边呢 其实都可以开方的 如是者 那我们开方永远都会take case的嘛 所以就是斩开两边了 开完方之后 那第一个case就是take正那边 所以我们有2乘以x加6乘以x-9 这块东西等于我们拿正的那个根号 右手边就等于3乘以x-6乘以x加4的 而另一个case当然就是拿负那边 那这块东西等于右手边 负3x-6 x加4 那之后就是一个简单的代数处理了 那我们handle完这个代数的处理之后 我们就会左手边这块东西就会有一条式 就是x的平方等于负36 哎呀 我们之前说过 这个x的平方呢 那是不会在实数范围找到一个负数值出来的 那这个东西没有行压 那之后我们右手边的这块东西呢 看看 我们将它可以化简成为一条这样的式的5x的平方 2x-12x-180 那这个东西等于0 那所以turn out出来呢 我们找到x的第二和第三个解呢 就是6正负26 over5的 那最紧要就是要经过验算 那我们将0 将x的剩下这两个解呢 如果扑下去这条数道呢 嗯 发觉左边就等于右边的 那所以呢 今次这条式呢 x就有三个解了 那第一个分别是0 那第二和第三个呢 就是这一个了